有楼顶的朋友别荒废 种上蔬菜能自足 春种瓜夏天能遮阳 有机肥种植立社又健康 我们说种菜很辛苦 我们就是肥水放一点 肥像放了羊分 比较轻松 每天晚上就一支水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楼顶种蔬果 果类很多蔬菜也很多 现在五月份主要是瓜了 西瓜每天都能够上来采摘 在这里待一整天 都不会觉得厌烦的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只种硬具的蔬果 春种瓜 黄瓜太多了 这条好直 如果它是碰到地 有东西压到它 它就弯了 你看这种就很直 今天早上也有大栏 这个楼顶 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采摘蔬果 那今天就采摘了这个水果番茄 还有一个黄瓜 蓝莓有几个 我们品尝一下这些 上一个 上一个 黄色的 如果是天冷那些好吃 嗯 嗯 在哪儿甜 嗯 嗯 嗯 很清甜的一个 嗯 夏天摘西瓜 西瓜现在摘哪个 这个中藏了 大堆的瓜你看 摘香义南瓜 哎呦 秋冬季摘青菜 现在是八月份 我们这一匙小白菜 现在可以吃这个苗了 很嫩啊 啥种不用鱼苗的 直接吃这苗 大大的 然后小的它又长大了 在早上摘的话 还带着一点鹿水 嫩的 有麦糕啊 现在早上啊 你都不用出门 就能够吃上青菜了 还有豆角 九月份 可以采摘了 这个秋豆角啊 九月份的蔬菜 还是蛮充足的 这些秋葵 盆栽的现在 秋天的这个苦瓜 我就沾这个苦瓜 苦瓜那里 那里也要 十月份啊 我们蔬菜 还是蛮多的 这个是苦瓜 这里有地匙的这个菜花 这全部有花了 太新了 这个是刚早上 它刚刚开花 就比较好吃 全部是用有机肥来种啊 没有用过化肥 也没有喷过农药 所以自己种菜 才能够吃到 比较安全 放心的蔬菜 这里的话 白菜台啊 这边是萝卜啊 现在在摘苦瓜 也是全部是有机肥 种植的 冬天的苦瓜也 长得蛮好的 我们就摘了五六条 所以这一半 这个南边的 这个北边呢 也是蔬菜满园的 秋冬期的青菜 完全能够自煮 它蒜长得很好了 长得很壮 小番茄 这个玻璃生菜 这个小香葱也长得很壮 当时是用积分作为底肥 已经分享过 这边我们要撒了 这些菜 我们楼顶96平米种菜 就能自煮 大型的温暖 在上询下 我们就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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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